我叫张洛晨 生活在一个以战力为盾的世界 在众多科技玩家中 我不花一分钱 就传练了问道盛会榜的第一 今天 我说要来参加 央盟会长任务席 组建的央盟群应会 你好 这是我的央盟帖 人哥 会长 听说您最近刚刚突破的大成绩 战力达到了八千万 没错 用了两千万 什么 我为了达到两千万战力 突破原因期 花了二十万 都用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会长 您还是最可心的抱歉了 该不会 没多少 也就 三百万吧 三百万 人哥 来 喝酒 会长 您不会真的请了张洛晨吧 那家伙就是个没钱没事的废物 你请他来 不就拉低了我们妖王群应会的水准吗 宗主那个老头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这么看重张洛晨 我让他懒 就是要把他狠狠地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 最好滚出药梦 张洛晨 是我钉的 现在你知道吗 妖魔 不留你这样的废物 可是 我早就突破原因期了 张洛晨 我们都知道 你削的是闪必流 这种平民修的流派 怎么可能突破原因期啊 少在这里说大话了 闪必流 只要选对合适的灵兽和群通 就能最大程度提升至迷的战斗力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闪必流最核心的 就是灵兽 一定要选硬了 因为 可以造成500%的攻击伤害 更重要的是 我的12件组属性装备 全部兑满上币 前期稳定发挥 后期强势爆发 最终 只需要简单调整一下 搭配阵容 就可以迅速 突破 顾燕 你砸了那么多钱 不也刚刚脱爆原因期吗 少废话了 今天 你只有一条路能走 就是滚出药梦 任我行 寻到大千 向来以战力为尊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输了 我就自动推出妖魔 我堂堂妖魔会长 你让我自讲身份 给你这个低级的废物 赶紧过温 否则 我对你不客气了 你要对谁 不客气啊 终于 我看可以比一场嘛 不过 要加一个砝码 如果是你任我行书 就要卸下 妖魔会长的职 尊主 你 你这是偏心 偏心 这些年 你身体下干的那些活动 需要我说明吗 任我行 考虑的 怎么样 笔就笔 我一个大神器的高签强者 还派你一个低级的废物 火长 一个宁克的废物 也没跟会长这样的什么好玩家斗 受死吧 张若晨 张若晨 张若晨居然把会长的全部攻击给躲开啊 这怎么可能 这是传说中的阴龙闪避流 怎么会杀 张若晨刚刚那招 是只有悬线机才能达到的灵敏度和顶级杀伤笔 只有那位残男问道胜回榜 该的天道无极才能做到 难道 哦 忘了告诉你们 我就是天道无极 战力 六人